大家好,現在要來介紹手環的配對方式 首先要確定我們手環是一個歸零的狀態 要是一個按下去是閃白色的燈 它是白色燈閃爍的狀態才能跟你的手機連線 那現在這個是藍色的燈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首先等它的燈熄滅之後 我們把中間這個鈕按住 按住喔,現在還是按住 按住之後呢,可以發現它那個亮藍色的燈放開 再按下去,再按住 好,那熄滅之後呢 我們再按一次它,就是白色的燈喔 這是白色的燈 好,那閃白色的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跟手機連線了 那手機要連線之前呢 我覺得 安全 就是 最保險的方式就是你先重新開機 那以我的Note5為例呢 重新開機之後呢 我按藍牙這個按住 跑出藍牙選項之後呢 跑出藍牙選項之後呢 首先我先把舊的那個取消 就是等於沒有配對 假設這樣好了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呢 它在搜尋嘛 我們按停止 好,搜尋 然後按下手環 就可以發現它找到手環了喔 手環之後呢 點這一個 點下去 它就寫正在配對 配對了之後呢 你的手環會震動一下 好,震動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寶可夢了 等它一下喔 怎麼這麼久 好了 所以我這是在那個 還沒到韓國 沒關係 我們就去韓國吧 因為剛才重開機就跳掉了 那現在在的地方是韓國的十億花 我們來跟手環連線吧 就按球 然後 setting 按這個 pokémon go plus 進這個畫面之後呢 我們就點下去 就出現了 好,出現之後我們按這個鈕 可以看到它在轉喔 然後手環震動了 重點是手環震動了 然後我們就等它 它就跟你講連線成功啦 好,那就 因為很多怪很多 所以是閃綠燈 那我們就按它 這樣就開始抓囉 那如果你有改機的話呢 你就是從現在開始就往右播 它就會自動抓了 那這就是手環的連線方式啦 最基本的連線方式 那下一篇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你手機有狀況的時候 會發現 什麼都連不了線的時候呢 在 那個 下一篇再跟大家介紹 怎麼解決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升級愉快 謝謝大家 掰掰 喜歡請訂閱和分享囉 喜歡請訂閱和分享囉